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张卡 是2015年1月27号 在天津无群路的支行那边办理的 2015年 包括现在我从来没有去过天津 是以我的身份信息被盗用 被其他人办理了银行卡 但办卡的次日就存在一笔贷款 现在加利息是6万多 现在我两个途径 第一个方面就是联系到开户的银行 银行他查询到了那个当时办卡 是通过那个自助办卡机器上操作的 然后另外一个角度 我现在也就是说通过警方嘛 警方就是说查到了 找到了当时办卡 他有一个影像 有一张图片 警方说不是我本人 我们把情况都跟我们上银行都汇报了 跟那个中核排出所也联系了 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继续配合 谢谢大家